中央在今天破壞的家旗子 莫德纳入廟总共是6200多 有先提供给70位以上的市民 7位7号到8号去开放刷上以后 7位9号到10号开始时代 时代的地点在北京国中华东中心 港北体育官总共两处的大型接触站 方便民众接触 该一种标识科量一流素量优衡 这就有6200多的莫德纳疫苗 将采出分量分配 为70位以上的致命 民国40年12月31号等出生的也中开始时代 当时保留这些民意 提供不到10万 也就是不到10,000多万到10万 接下来中央会在疫苗陆续会倒 那接下来会有10,700剧左右 不过在这里因为还要扩除 有3300是要給之前所要 已經接種的Modella的第二劑 還有一些相關要接種 中央指定之外扣除了 我們現在預計6200劑 所以我們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我們會在7月9號 7月10號 會開始來接種 那大約有6200劑 那所以我們要請所有的民眾 你不要擔憂 其實只要中央給我們多少 我們就可以立刻接種 因為我們場域有了 接種的人也有了 大家期待要被接種的都有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中央 趕快把疫苗多一點 足夠一些送過來 讓我們嘉義士早一點 能夠有更好的防備能力 我想未來在解封以後 對大家來講風險才能降低 另外該市的新聞表示 中央指定這位中心幾位 落後將到該市的莫德納疫苗 中間去中央以前這位中心規定 優先提供給第八日 六五會醫生中指 第五日 基加行 跟社區行 中指幾個 以及新種 服務照顧完 跟服務對上 含著各位 這次第一桌 莫德納疫苗價定 我們在有限的疫苗當中必須用最快的疫苗 接受的方式去施打完 真的在這裡我要感謝 在我們衛生局 衛政 社會處 尤其是民政 馬上就補了這一塊 民政代理的我們的里長 林長 然後我們的里幹事 全部就一起動起來 然後要服務我們的長輩 甚至呢 我們還謝謝我們的富康發事 來接送我們身心障礙 以及有需要的長輩 還有還有 我們的計程車工會 很多人馬上就能夠加入 讓我們用最少的費用 然後做到最好的接駁 這樣的接駁 是用愛來接駁 我們更感謝陽明醫院的團隊 在每一個 就是為了讓這一個流程 更為緊湊 更為順暢 他們也開發了許多的借用資訊 來讓它更為順暢 最後我還是要謝謝 我們所有的團隊 真的這一次集合了 我們的衛生局 警察局 社會處 民政處 還有各個局處 大家整個團隊 但是最了不起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市民 能夠有這麼順暢的施打 無論從預約到進來 這樣所走的種種的流程 除了我們規劃好以外 是市民朋友您的配合 才會讓它更順暢 所以我們希望疫苗的施打 不但是安全最重要的前提以外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安心放心